周刊告訴你說 韓國瑜買7200萬的豪宅 不得了 這算什麼庶民啊 買7200萬的豪宅 7200萬 各位 這個標題其實有問題 因為基本上韓國瑜也沒買到 他大概買一半而已 買一買發現 糟糕 太貴 付不起 就把房子脫手賣掉了 所以注意 我先告訴你第一個重要的事情 這房子從來沒有過戶到他的名下 我沒有幫他講話 他確實曾經有想買過 沒錯啊 沒錯 那這個房子他到底有沒有買到 其實他沒有買到 來 我慢慢跟你說 周刊就報了 說 韓國瑜買7200萬的豪宅 然後還說 根據他們的調查 說韓國瑜在2011年的時候 也就是出任北農總經理的前一年 在無業的狀況下 曾經出手訂下南港第一豪宅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這個第一豪宅有多爛 第一豪宅其中一戶 總價高達7200萬 讓韓國瑜的庶民形象瞬間破滅 首先我好奇的是 所以庶民就是要住茅草屋 然後家裡不能有廁所 而是茅房 每天還要去挑糞 把糞挑起來丟 這樣還要庶民嗎 然後三餐要吃不起 家圖四壁 電視還是厚的印象管 冷氣還是那種 開得很 就是很吵的那種 這樣才叫庶民嗎 我們一直想調 庶民不是一種身分 庶民是一種精神 庶民的意思是 我可以跟基層溝通 我可以跟基層正在一起 而不是我住的房子很爛 我開的車很爛 好嗎 一樣的概念 你們就說 文三伯開一個破冰室 然後就說 破工 你看庶民怎麼可以開冰室 他當鄉長 他賣魚丸 他經營施木魚的生意 開一個破冰室 很過分嗎 韓國瑜他以前當過明代 他當過北農總經理 他的太太佳芬姐在雲林 也算是小小的政治家族 他們經營了一間學校 買一間這個價錢的房子 很過分嗎 你去想一想 很過分嗎 其實很貴 我也買不起 但以他們的年紀 他們的經歷 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收入 很過分嗎 然後就說 好了 反正就說庶民形象破功了 那當然 現在還爆出李佳芬 還有貴婦購物團 說他不是一個人去 他一串粽子 揪兩個好朋友 怎麼是貴婦 可能還說這個 帶全身名牌 然後大家一起去買 當時兩位姊妹濤 一起修揪貴婦購物團 然後分別用他們丈夫的名字 各訂了一戶 然後另外其中一個 用自己的名字去訂房 所以他告訴你兩件事 第一個 韓國瑜買7200萬 不是庶民 第二 李佳芬還有貴婦購物團 或許是要告訴你說 他可能不只買這一戶 貴婦購物團下手很狠的 跟大媽一樣 買都買很多地方 來 賓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明顯 就是故意要再選戰 這消息已經弄很久了 對 其實搞了好幾個月了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都有聽過 他們準備要弄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在查證 問題是一開始這個消息 怎麼流出來 因為正常情況下 我們不會知道這個消息 為什麼 因為他並沒有實質的過戶 他沒有過戶過 他是在預售屋的階段 他們先去訂了 訂了之後 發覺自己買不起 他付不出那個貸款出來 沒有那個卡僧不能吃那個卸藥 所以只好就直接轉移了 轉移還虧錢賣 因為你如果要用原價賣 不好意思人家不跟你買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根本是個賠錢的生意 那我必須說 第一個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錢 他裡頭講得很明白 他當時本來在內湖有一間房子 他把內湖的房子賣掉 一個內湖的房子 現在老實講2011年的時候 有個一兩千萬 很正常吧 因為他們住的房子不會太小 應該都有四五十坪以上 以兩千萬的房子當作投款 然後去付這個貸款 一開始他們認為自己付得起 為什麼 因為當時李嘉芬有開這個維多利亞學校 然後韓國瑜自己當時在北農上班 他當總經理薪水應該有十來萬 所以他們那時候覺得自己 大概可以負擔得起 可是後來他就被民進黨盯上了 開始他北農可能幹不下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把房子賣掉 因為他覺得未來 他恐怕負擔不起這麼貴的房貸 就把它賣掉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呢 韓國瑜有說過他是很窮困 他今天飯都吃不到 他今天出門都用腳踏車代步 家徒私利 其實老實講 現在很多騎腳踏車家裡有錢的很 都是 對啊 庶民本來就不是在講這個意思 可是他們一定要去扭曲了 現在庶民好像得一平民 好像只有像當年阿扁那種 三級平戶才料庶民 對 其他都不叫庶民 可是阿扁現在算庶民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也不算吧 所以這整個問題的重點 我覺得他們故意要去把它扭曲 其實他們想要營造一個什麼 什麼形象你知道 營造 他們已經講了很久 叫韓國瑜跟李嘉芬叫金氏夫妻 說這兩個人每天就是為了賺錢 其他什麼都不會幹 那會賺錢 會去做這麼笨的事情 到最後還賠錢賣掉 對啊 你要知道從賣到 他們屋都還沒交就把它賣掉了 所以幾個月的時間賠250萬 賠得倒挺快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 賠得相當水鬼 那問這個東西 這個題目我覺得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這個週刊故意想要引導 引導什麼 他說韓國瑜當時是北農總經理 為什麼這個財產沒有申報 北農總經理要申報嗎 對啊 北農總經理為什麼要申報才能 我怎麼沒有看吳依依的財產申報 我跟你講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他故意要給你一個印象 因為政府在裡頭有沒有關股 因為農委會跟臺北市政府 在裡頭都有關股 所以他們故意要讓一般民眾認為說 這個是公家的公司 你為什麼沒有申報財產 實際上他根本就不是公家的公營公司 他是個民營公司 這些人都是大股東而已 所以為什麼 吳因林當初可以悍然拒絕 我不要去議會備詢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因為我是民營公司誰理你 是啊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同樣的北農過去從來沒有 哪一個董事長或總經理申報過財產 因為根本不需要申報 而且更好笑的就是 他們以為 他們一直要造成一個印象 就是韓國瑜賣這間房子 賺了7200萬 可是實際上根本沒有 他就是付了個頭款 付了幾期貸款 然後付了發掘 我付不下去了 然後趕快把他戳手 實際上還倒賠 實際上就算他賣掉 靠掉他當時付掉的貸款 然後付掉其他東西 其實也沒有多少錢 所以這根本就不是他們講的那一回事 可是他硬要把他弄成這樣子 就是要造成一個印象 你看韓國瑜可以買7200萬 那我跟你說 如果真的要比較這種東西的話 我剛才去查了一下 我們蔡英文總統的現金 財產申報了 這不是我講的 財產申報了 現金5406萬 現金 要房產 對啊 好過癮 還有房產 對 他房產還有土地 還有一大堆 而且他很奇怪 他不是在敦南買的豪宅嗎 對 他其實房子一大堆 然後他的土地租給一家 叫東道的公司 這家公司的大股東是他 所以你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跟陳志忠不一樣 陳志忠在買房子是用現金去買 他是現金買 但他不代表他有7200萬 他不投期款而已 陳家有錢 我們大家都知道 海角才7億而已對不對 其他多少不曉得 而且我比如講 光是陳幸宇 趙建民夫妻 兩個人月入都數十上百萬 誰會拿貨我包的錢 對啊 所以他們買得起 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韓國瑜其實是把前一棟房子 賣掉之後的那個錢拿去當賭管 還要再貸款 還要再貸款 所以這差別很大 以蔡英文總統的財力 他是可以直接用現金買 差不多 對啊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差距多大 但是問題就很奇怪 優正我必須講 問題是這個消息是怎麼出來 一個沒有過戶過的房子 他實際上沒有真正過戶過 照理來講 是根本沒有人知道誰買的 誰會知道 第一個就是跟他買的那個人會知道 明依 那個某位孫姓明依可能會知道 但你覺得這個孫姓明依 會願意告訴人家 你看我房子跟韓國瑜買 有這麼250的人嗎 我很少聽過有這樣的人 第二個就是 當初這個房子的所有人 建商土地的所有人 就是台肥 台肥 台肥會不會把這個東西 吸掉出來 台肥現在是誰的 誰在掌管 農委會 肥貓 貓 台肥是蔡政府可以管轄道的範圍 所以我們合理懷疑 就是有心人 故意要把這個消息洩漏出來 就是要去營造一個 韓國瑜根本就不是庶民 他很有錢 但是我真的覺得 要打這個東西真的很好笑 包括今天出來批他的管碧玲 包括今天出來批他的王定宇 你們哪一個不比韓國瑜有錢 你們的財產真的是只有申報上面那些財產嗎 我們大家要不要來仔細追查一下 要不要來看看 你們的財產這幾年累積的速度有多快 我們大家要去考慮這個東西嗎 如果真的要比我太高興了 因為民進黨馬上可以讓我們知道 這三年半來這些民進黨的所有人 你們每一個人累積了多少財產出來 馬上就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打這個東西真的很好 而且宥正你知道嗎 我認為他們 這個我本來以為是12月中才會打 對 那現在為什麼11月開始就要打 因為沒報了嗎 不是 因為他們最近節節敗退 趕快先打 你要先把情勢穩下來 這個議題滿白痴的 對啊 打得沒什麼好 但是他們現在不管什麼東西 有得打先打 那接下來他們想用這個東西 是不是能夠扭轉形勢 我覺得沒有這麼好扭轉 因為韓國瑜從來沒有告訴大家說 我家窮得要死 他從來沒有講過那件事 而且你們從維多利亞學校一直打到現在 從去年打到今年 都在打他家很有錢 他家有一點錢又怎樣 所以這種東西有什麼太大的效果嗎 我真的希望民黨你繼續打這個 繼續打吧 加油 兵哥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大家我們不要只看熱鬧 看一下門道 爆出買7200萬的豪宅 那我就想問誰報的 我們總要追根究底消息來源 來 有鬼的地方是哪裡 這是報導自己寫的 報導自己寫的 他說 韓國瑜在2014年北農總經理任期當中 決定要這樣脫手 但是出脫的過程並不順利 最後是6950萬 賣給一個孫姓明醫 那韓國瑜在登記前就交屋轉手了 所以這個豪宅並沒有交呼 也沒有過戶到韓國瑜名下 是直接有這個孫姓明醫給滿走 所以在房屋所有人名單跟異動紀錄 都沒有韓國瑜的名字 都沒有韓國瑜的名字 因為他根本沒有交屋過 好啦 都沒有韓國瑜的名字 你在這裡查不到 在那裡查不到 那請問他們是怎麼查到的呢 要知道他們怎麼查到很簡單 只要把知道韓國瑜跟這個房子 曾經有關係的人 一個一個列出來 因為沒幾個 然後刪去法 你大概就可以推銷得出來 誰知道 剛剛賓哥說了 當然孫姓明醫知道 因為他買的嘛 所以他可能知道前一個 本來要住的人叫做韓國瑜 再來是誰 這間房子 這間爛房子 對不起 因為你官司一大堆 這個爛房子是台肥蓋的 是台肥蓋的 除了台肥之外 還有誰知道 國稅局 國稅局會知道 你曾經有過這樣子 購買預售物的動作 只有三個人會知道 第一個 跟你買房子的人叫孫姓明醫 第二個 蓋房子叫台肥 第三個 曾經有過記錄叫做國稅局 孫姓明醫會出來講說 我現在住房子是韓國瑜的 他當年還賠錢賣給我 就算他知道 他會知道韓國瑜 2014年的時候怎樣的時候 買的2011幹嘛幹嘛 貴婦團如何如何 孫姓明醫會知道嗎 應該不會 所以刪去把消掉 那剩下的台肥有沒有可能去講出去 我不曉得 或國稅局有沒有可能放消息出去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可以知道的是 民進黨上來之後 台肥很綠 裡面的人都跟民進黨的關係 非常的親密 我沒有說是台肥 國瑜 你沒有說 但是我們都知道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你知道這個好不好 黃子澤說的 不過我從頭看到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我第一個就想像說 用自己打拚的錢來買一棟 完全是合法的房子 這有很奇怪嗎 就像當初林佳龍在選 在第二任要連任的時候 每個人爆出他買了一個 一億多的事情之後 大家也很可以體諒就是說 他的老婆娘家很有錢 如何如何 也就是不了了之 又怎麼樣呢 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人的背景是不一樣的 然後今天就有很多網友講 他們特別提到說 韓國瑜在這樣當失業這麼多年 怎麼可能買得起這種房子 然後大家說難道只有做官的 才買得起這種房子嗎 所以他們完全就是 我同意韓民所講的 就是要營造社會的觀感不佳 但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韓國瑜最近打的幾個點 特別是跟年輕人的政策 有關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就極力在討論 當他的民調往上的時候 突然之間又冒出這個 我可以給你保證未來三天 到了禮拜六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你說菜台們 當然是 都在講這個部分 因為講這個部分裡面 你就可以轉移掉一個焦點 而且我也覺得 只要韓國瑜提出任何一個打擊到 民進黨打到痛點的時候 這些完全就背著好 這些東西裡面 我也認為這整件事情 我只強調一件事情 他完全沒有違法 而且他是在未登陸的時候 在法律程序都完全沒有的時候 我也同樣認為誰洩漏出去的 當你知道背後的人 是屬於台肥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有鬼 而且這個讓我們覺得 是非常的心慌 我們現在是候選人 我們現在也很擔心 我們有很多的一些資料 當然我們都是非常的正常的 但是國稅局 台肥 如果今天是一個建設公司 那也就算了 他是一個台肥 背後 更何況剛剛又這個 才沒有解釋清楚 它裡面其實這個官司 他們所蓋的房子 很多事件 官司一大堆 非常的多 亂七八糟 非常的多 裡面有很多的利益的糾葛 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一個問號 在這個狀況之下裡面 竟然爆出一個 我從來不知道沒有登陸 然後就這樣轉手的時候 這些東西還會被拿出來來提 而且在關鍵的時間拿出來 你如果說國家機器沒有啟動 只有這些人知道 可以把它講得鉅細民遺 而且我說過了 這個每次在沒有未登陸之前 就全台灣有幾千萬屆 然後這麼大多一周刊 有辦法從海量的文字當中 全部把它抽取出來 如果沒有人很精準的 告訴他這些資訊的話 他怎麼可能會引發話題 所以國家機器在動了 在黑的重點之下 國家機器在動了 我現在只是擔心 未來如果都用這個方法來打的話 這是一個完全不對等的戰役 如果還是用這個方式來的話 韓市長很辛苦 但是不用怕 因為他每次所講出來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去做成立 以這件事情就是很標準的例子 我現在是否有關 所以我們會有題目的 在他們的中心 和我來一推出 有工作的地方 也在冷靜地 我會想看